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遥远的地方有一条河》 《它的名字字叫黄河》 《它的名字字叫黄河》 長期來說就是希望可以堅持在地陸那裡住在那裡死 如果在香港死你就覺得不開心嗎 不是不開心 好像在橋梁上面的橋梁可以帶我多東西 但是未到目的地 就是香港一個都可以鬥爭的地方 可以爭取一點 你覺得嗎 如果不成功的話 就是十大成功千萬 《我們知道在十字架之後 死亡之後、坐牢之後、困難之後 都會有風力的 你覺得四十幾年 你說真的坐下來吃飯、飲茶 超過一小時、兩小時 真的沒有 你說反正正座一起坐 就是說完全跟社會運動和抗爭 沒有關係的環境 沒有關係的 因為她很辛苦 她常常去幫人 她根本沒有時間照顧到她自己 每個人都說 很希望子飯給她吃 又或者幫她洗衣服 那些女孩子 當她是個情人 工人 雖然我知道沒有關係 不過很好聽 作词 李宗盛